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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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晚餐要滷一鍋肉 順便做六個輕食便當 先把所有食材 清洗乾淨 再把食材切好備用 唇波子 蛋先拿下去蒸 放一杯水 梅花肉先汆烫 汆烫好冲洗干净 汆烫好的梅花肉 跟刚刚切好的红萝卜一起丢进锅子里 放入葱跟蒜头 加一颗八角两三片月桂叶 八角月桂叶也可以不加 倒入大约八分满的酱油 一杯的米酒 加入大约四杯的水 最后把木耳也一起放进来 玉米跟山药放两杯水下去蒸 不知道有没有人没吃过山药 蒸过的口感其实像马铃薯 鸡肉跟去骨的丝木鱼上面 我会放几片姜 这个鸡肉是我在全联买的五股鸡腿肉 这是好市多买的五刺丝木鱼 没有刺吃起来很方便 丝木鱼上面撒上少许的盐巴 把它涂抹均匀 淋上一些米酒去腥 鸡肉上面也是撒上一点盐巴 倒入大约一茶匙的酱油 抓腌一下 腌大约十分钟左右 好了之后就可以放进气炸锅咯 气炸的时间是20分钟180度 卤肉啊水滚后小火炖30分左右 也可以拿去电锅放两杯水炖 这边刚刚蒸的玉米跟山药也都已经好了 鸡肉跟丝木鱼后面这边 再补个三分钟200度 让它变得更金黄酥脆 现在来炒石井蔬菜 把它全部一起丢进去 加大约三分钟一杯的水 炒了两三分钟后 最后再放入彩椒下去炒 加入适量的盐巴 天气热不想炒菜或比较忙的时候 这些蔬菜可以放烘焙纸 喷一点油气炸 完成后再加一点盐巴就好了 可以更省时更轻松哦 再拌炒个一两分钟 水分稍微收干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哦 因为带便当的关系 蔬菜我会选择比较不会变质变味道的 有的气炸 有的蒸 方便快速就能准备好 我们家三个人 两天的午餐便当 减少外食又可以吃的健康 一星期大约只要下厨个三次左右 现在天气热不用每天在厨房油腻腻的 利用各种简单的烹调方式 在短时间内一次完成三到四种菜色 希望能帮助现代生活忙碌上班的你 而且重点味道我觉得也还不错吃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先回视频 企业 企业 雷 啊 安 kar クオス 有 不过来也是用 你不可以再走 每个花菜就在这 刚才到晚了 你还给了哈 好恐怖哦 不会好水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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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